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女朋友就不会想那么多 不会关注 知道不会有关系 就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人都是一样的 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东西都非常认真 都特别重视 对自己不喜欢的会时常忽略掉 两性接触以后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心里有怎样的想法 就看是怎么对待的 深深的喜欢上相处的时候会观察 会给出一些温暖 喜欢不会一直藏在心里不表达 会给一定一些暗示 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 变得比以前主动一些 是真心喜欢 是没有参加的 是很想收到回应的 在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想法 和对方互动 自然走到一起 成为最亲密的人 心里没想法 不是显得很特别 不会给人一种想做事 想说话的感觉 心里有想法的话 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喜欢做不到不说 伪装着不喜欢 一个女人对你有好感 会给你这些信号 劝你别错过 一 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会说关心的话 不是谁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不是谁都放心不下你 也不是谁都愿意给你关心 在与异性相处的时候 他这样待你 不要觉得很正常 谁都会这样 能做到这些的人 不是把你当成朋友 不是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和你互帮互助 他这样与你相处 足以说明他对你的喜欢 他有想过未来有你陪伴 他也有想过牵住你的手和你度过余生 这种事情就不是普通朋友做的 不要不当回事 不要不多想 女人真正喜欢上男人 会发出这样的信号 男人不要以为自己很有魅力 或者是每个女人都这么热情 在不喜欢的人面前都是很高冷的 在喜欢的人面前才会变得热情一些 才会去做一些比较暖心的事情 二 会关注你的动态 会和你聊这些话题 人只有在动了情以后 才会变得喜心 才会观察细节 喜欢上 想要拥有 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会变成自己想象不要的样子 产生了感情 想要靠得更近一些 会格外留意对方 会记住对方所发生的事情 还会记住对方的喜好 记在心里的这些能成为很多话题 能和对方聊很多 你身边的一个女人经常主动给你发消息 和你聊到的话题都是你喜欢的 说话的语气和你非常像 那可以肯定它是喜欢你的 这世间肯对你舍得 肯在你身上花大量心思 非常了解你 可以模仿你的人 寥寥无几 谁变成了这样 谁一定是心里喜欢你 想和你有一个好的结局 三 会问你的事情 会心甘情愿地帮助你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很多事情 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些事情 每一天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 每一个人都有想有人出手相助 人与人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都会忙于自己的事情 很少过问他人的事情 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很累了 真的不想再管那么多 真的不想让自己翻倍类 翻倍操心 翻倍东跑西跑 一个人总是问你的事情 总是愿意帮助你 不是因为闲 也不是因为傻 而是因为爱你 把你看得很重 快速把自己的事情处理掉 然后帮助你 或者把自己的事情扔一边 先管你的事情 能这样做 是因为喜欢你 能坚持这样做 是因为对你是认真的 想和你有关系 不想就这样错过你 总结 不是谁对你都是真心的 这人世间不重视你 不把你放在心上 想着利用你的人是非常多的 别观察不到 别以为不存在 别人不可能那样真心对待你 过于在乎你的人很少 能这样对待你的人 一定非常把你当回事 一定会处处为你考虑 女人一直出现在你的身旁 一直想参与你的事情 一直想融进你的生活里 那可以肯定 她是真心喜欢你 像这样的女人是很难遇见的 不要轻易的错过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